关注新闻焦点解析话题观念 欢迎您一起来关心本周的优势焦点话题 我是张志斌 2月14号发生在佛罗里达州 造成17个人死亡50人受伤的大规模校园枪击事件 再次引发了全美各界对于枪支管制方面的争议与抗议 根据统计 自2013年以来 全国平均每周都会发生一起校园的枪击案件 2017年 全美国总共发生了65起的校园枪击案 而今年截至目前为止 全美总共已经发生了18起的校园枪击案 其中有8起导致了伤亡 这样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 也难怪各界都大声疾呼 政府当局要拿出有效的办法来管控枪支 关于枪支管制的议题 我们焦点话题节目讨论过不止一次了 这个问题最让人头痛的 一方面是因为拥有枪支 是宪法所赋予人民的权益 而修宪在美国可以说是难如登天 另一方面 全美国民间人士所拥有的枪支 总数高达三亿支 相当于每个人平均都有一把枪 就算是从今天起 就全面的禁止枪支买卖 这已经有的三亿支枪 也不可能全面的回收 更别提那些经由非法途径取得 或是违法拥有的黑枪了 也就是说大规模管制甚至禁枪 在现实环境来讲 根本是个假议题 而各党派政治人物争议的一些 加强背景调查与限制枪支规格之类的方案 一方面只能起到很有限的作用 再者也不是我们大多数民众能够直接使上力的 因此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就来谈一些 我们一般大众现在就可以开始努力 长期来讲 也可能有助于减少校园枪击案件伤害的事情 首先要提的就是 多多关注青少年的心理问题 近年来发生的多起校园枪击事件 凶手多半是有些心理或者精神方面问题的青少年 而这些问题有些来自于破碎的家庭 有些则来自于同学之间的社交关系 甚至于校园的霸凌等等 以这次佛罗里达Parkland高中枪击案件来说 凶手Nikolas Cruz 他在两岁的时候被领养 平常在学校就比较孤僻 而且情绪管理有问题 对于枪支跟杀戮有异常的狂热 而他在养父母相继去世 搬去跟亲友同住之后 性格就更怪异了 他行凶用的枪都是合法买的 也就是说像这样没有前科 但是性格有偏差的凶手 就算加强背景调查 多半也没办法防止他买枪行凶 但是如果学校当局跟老师 乃至于其他的同学 甚至其他同学的家长 平时就能够多关注 类似背景类似情况的年轻人 设法营造比较温暖友善的气氛 让这样的同学能够感受到关怀 如果察觉他性格偏差到一个程度 不是正常的关怀就可以帮到他的话 就要适时的安排专业的辅导人员 甚至社工乃至于心理精神专业一事来介入 而不是放任这样的学生 自我封锁在孤僻的角落 如果您是家长的话 也要鼓励您的孩子 多谈谈学校发生的事情 不管是自己的小孩或是孩子同学 如果您得知他有心理或情绪方面的问题 不管是来自课业压力 同侪社交的问题 甚或霸凌等等 都要以关心和爱心来处理 若是自己的孩子 当然要以正面的态度陪他一起度过 假如孩子的同学也应该要让老师知道 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对这个同学表示一些友善跟关心 或许就可以挽回一个原本打算 或者有可能走上不归路的年轻人 其次就是加强危机意识与应变能力 我认识不少来自中港台各地的华人朋友 他们跟我一样 从小在不能合法持有枪械的环境之下长大 很多这样的人到了美国之后 如果周围没有人从事一些射击或打猎等等 跟枪有关的嗜好的话 往往就会先入为主地觉得说 枪就是凶器 有枪的人都是坏人 好人就应该要跟枪近而远之 这样的人往往原本就对枪支跟射击没有一点概念 同时也排斥接触枪支乃至于相关的知识 万一不幸真的碰到了什么紧急状况的话 很可能除了发抖跟尖叫以外 就不知道要做什么了 我在Facebook上被朋友加入了一个华人枪支爱好者的社团 里面就有许多的人建议 就算没有枪也应该要对枪支有最基本的了解 知道枪的基本原理跟构造 万一哪天不幸碰到了持枪的劫匪 甚至于暴徒的话 至少也可以比较冷静的来观察 对方拿的枪是真枪还是假枪 上膛了没有 子弹打完了之类的 这样就可以增加危机应变的能力 甚至于存活的几率 此外有许多的地方的警察局都有开设一些 针对成人或是青少年的训练课程或者讲习 我有个朋友 她的女儿今年16岁 就参加了当地警察局的青少年训练计划 她经过了一年多的周末假日训练 就好像去采语班上课那样之后 目前虽然她还没有接受过射击的训练 但是在警方的专业人员 专业教官的训练之下 对于一些紧急的灾害 像是火灾地震等等的紧急的救援反应 乃至于面对一些像是恐怖攻击 枪击之类的危机处理的程序 都已经相当的熟悉了 另外也有一个成年人的朋友 他自己去参加了他所在的当地警察局 办的公民议警课程 这个叫Citizen Police Academy 他上了几长课之后 领到了证书之外 也对于枪械乃至于警方的执法 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 美国的枪支问题由来已久 从现实层面来看 大概也不太可能在短期之内彻底的解决 与其用惊恐跟愤怒的情绪来面对 还不如以正面积极的方式 减少类似案件发生的机会 并且在万一碰上的时候 用足够的知识跟冷静的态度来自保 今天的优势焦点话题就跟您分享到这儿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